这样子开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手放在这边断 你就把这边打住 喜奥编织班的学员们 专心地听着老师的讲解 怕稍微闪神就错过重要的细节 屏东县春日乡七家部落 除了传承传统的手工技艺 还有许多妇女的期盼下 开设了喜奥手工技艺班 哇 我现在五十几岁了 我从以前就梦寐以求想要勾这个 可是都没有机会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要 喜欢学原住民的手工艺品 尤其是喜高 那我等了很多年 终于终于雪芳 能够开办这个课程 我非常的开心 对于制作喜奥 有些学员很有信心 但有些却不是 有心的话就 就算再怎么困难 还是会做得出来 觉得学习到这个东西还不错 只要有个完成品 对自己都很开心 就是这个 就不像那个姐姐们 他们可以做好一个 就是我还是 下次还要再 再做大一点 他现在只能做一半 教科的兰石化老师说 学员有很多种 有看一遍就会的 当然也有一直重来的 而像他就是有天分的 我从前编织没有分男女 只要是需要用喜奥 都要自己编 以前猎人的喜奥 就是他们自己编的 所以他希望无论男女 都可以来学这个传统记忆 记者巴朗屏东春日采访报道